他在剧中被杨幂评价为毫无不良嗜好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十分注重细节 堪称完美男神 赵楚伦自身拥有成熟男人的独特魅力 使得养肖优雅冷峻温柔体贴的性格特点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插 其一颖一笑都分毫不差 电视剧谈判关子开播以来 就平静着扣人心弦的剧情精彩有趣的桥段 再加上一众俊男靓女的高颜值搭配 成功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的目光 作为一部开播连续三日收视夺冠 热度持续升温的寒假好剧 剧中许多角色都让观众们津津乐道 通过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电影我是正人等作品 被大家认识的新生代演员赖毅 此次在剧中饰演稳重踏实 身世优雅的谢家二公子谢小天 不同于大公子谢小飞的 极傲不逊洒脱自在谢小飞 因为自己并非谢家亲生儿子的身份 而获得隐忍而小心翼翼 在他沉稳懂事的外表下 有个自卑而脆弱的心 对于这个角色赖一探颜和自己以往 饰演过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 三生中的大师兄虽然也比较 持重沉稳 但是很坦率 有一说一 嗨汝花里的文初 更是个肆无忌惮的直性子谢小天 却是个走内心系的抱耶 因为他无论遇到什么都想要去自己承受 所以演起来需要我整个人收一些 在剧中本性善良的谢小天 为了缓解谢小飞和谢天佑父子的矛盾 时刻周旋在两人身边 尤其是他对哥哥谢小飞的关怀和袒护 更获得了护歌狂魔的喊号 巧合的是 英系结缘的赖一和黄子涛 四下里也十分合得来 每次谈到对方都忍不住夸奖自己的好兄弟 微博上更是互动频频 这边赖一发了一个歌 你说说怎么又气爸爸了 那边黄子涛赶紧解释 大哥我不知道啊我去我录街舞呢 哈哈明天四集连看 连爸爸赵文轩也出来表态 放心吧小天 老狐狸会迅速满血复活的 咱一家子都是戏精难缠的 可不止你哥这混血魔王 到头来谁把谁祸祸了还真不好说呢 一番话里藏话让网友们 禁不住猜测这对好兄弟在剧中 还有哪些好戏没有上演 谈到两人的兄弟恋情 赖一再次不忘大赞好兄弟 涛真的是个特别可爱也特别讲义气的人 虽然我俩因为工作经常见不到 但是有时间就会聊起来或者一起玩游戏 与亲爱的翻译观中从学生一步步成长的小飞不同 杨幂在谈判观中饰演的童威一出场便已经职场精英 作为高级谈判专家 童威在工作上的认真与敬业自然无庸置疑 而在她的影响之下 谢小飞也逐渐展现出成熟一面 在和童威不怼不相识的斗志动友后 一个深刻 她在剧中被杨幂以评价为毫无不良嗜好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 都十分注重细节 堪称完美男神 赵楚伦自身拥有成熟男人的独特魅力 使得养肖优雅冷峻温柔体贴的性格特点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插 其一评一笑都分毫不差 电视剧谈判观子开播以来 就平静着扣人心弦的 剧情精彩有趣的桥段 再加上一众俊男靓女的高颜值搭配 成功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的目光 作为一部开播连续三日收视夺冠 热度持续升温的寒假好剧 剧中许多角色都让观众们津津乐道 通过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电影我是正人等作品 被大家认识的新生代演员赖毅 此次在剧中饰演稳重踏实 身世优雅的谢家二公子谢小天 不同于大公子谢小飞的 极傲不逊洒脱自在谢小飞 因为自己并非谢家亲生儿子的身份 而获得隐忍而小心翼翼 在他沉稳懂事的外表下 有颗自卑而脆弱的心 对于这个角色 赖一探言和自己以往饰演过的角色 有很大的不同 三生中的大师兄虽然也比较持重沉稳 但是很坦率有意说一 亥如花里的文初更是个肆无忌惮的直性子 谢小天却是个走内心系的抱耶 因为他无论遇到什么都想要去自己承受 所以演起来需要我整个人收一些 在剧中本性善良的谢小天 为了缓解谢小飞和谢天佑父子的矛盾 时刻周旋在两人身边 尤其是他对哥哥谢小飞的关怀和袒护 更获得了护哥狂魔的恰号 巧合的是 音系结缘的赖一和黄子涛 四下里也十分合得来 每次谈到对方都忍不住夸奖自己的好兄弟 微博上更是互动频频 这边赖一发了一个歌 你说说怎么又气爸爸了 那边黄子涛赶紧解释 大哥我不知道啊 我去我录街舞呢 哈哈 明天四集连看 连爸爸赵文轩也出来表态 放心吧小天 老狐狸会迅速满血复活的 咱一家子都是戏精难缠的 可不止你搁着混人是魔王 到头来谁把谁祸祸了 还真不好说呢 一番话里藏话让网友们 禁不住猜测这对好兄弟 在剧中还有哪些好戏没有上演 谈到两人的兄弟恋情 蓝意再次不忘大赞好兄弟 涛真的是个特别可爱 也特别讲义气的人 虽然我俩因为工作经常见不到 但是有时间就会聊起来 或者一起玩游戏 与亲爱的翻译观中 从学生一步步成长的 乔飞不同 杨幂在谈判观中 饰演的童威 一出场便已经职场精英 作为高级谈判专家 童威在工作上的认真与敬业 自然毋庸置疑 而在她的影响之下 谢小飞也逐渐展现出成熟一面 在和童威 部队不相识的斗智动游后 以后